2024年9月10日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正在审议 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议案 为啥要延迟退休呢 专家说了 这是为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均预期寿命才40岁左右 现在都78.6岁了 而且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也大幅增加 参加工作的时间明显推迟 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 老年人却越来越多 延迟退休那可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 那延迟退休会影响就业吗 别担心 渐进式推进 短期对就业市场影响有限 从长期看还有利于保持劳动参与率呢 年轻人就业岗位主要靠经济发展增量 年轻人和大龄劳动者青睐的行业 虽然有交叉 但重叠度并不高 对于大龄劳动者就业问题 要打破35家的年龄门槛 创造公平就业环境 相关部门也在持续发力 保障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对此您怎么看呢 好 有没有